说起玉女,无论是首开玉女门派的周慧敏还是温柔似水纯真质朴的杨玉莹都曾俘乏一大批粉丝,在90年代也有一位玉女头顶玉女光环。 她当年出道时凭借清纯气质迷倒了万千少男,将被称为周慧敏之后的玉女接班人,她就是杨采妮。 1992年杨采妮以歌手出道,因为清纯的长相很受欢迎,后来她也参入了一些影视作品, 包括王家卫导演的东西西渡,《对落天使》与刘嘉玲合作主演等,自书还有许克导演的梁柱。 也就是在拍摄梁柱时,杨采妮结识了吴七龙并传出匪文,在接受媒体采访时,王家卫直言。 拍梁柱的时候,吴七龙和杨采妮两人很严,就是说公文也还在一起, 只会看和吴七龙又主演的电影。 花月时期,两部影片下来,杨采妮和吴七龙成为生物人心的一对金头韵律,一度传出匪文, 但是她们两人从来都没有承认过,之后杨采妮更是与男神金成武因习生情, 在合作电影时假期争作,之后金成武更加为了杨采妮跟吴七龙反目, 但没多久杨采妮上访谈节目,是就将这件事情解释清楚, 说自己与金成武不过是同事,着急相处,更像是家人。 所以这两位大少哥都曾与杨采妮传出匪文,然而最终杨采妮没有选择其中的任何一个, 而是选择的新加坡练师邱少志,这让两个大帅哥都十分痛心, 经受打击获得金成武,选择去日本发展,邱少志是新加坡人, 杨采妮说自己在上学时就与她认识相恋, 当年杨采妮为了邱少志甚至退出演艺圈而改从商, 但是没多久邱少志的公司就抢一屁股债, 无奈之下杨采妮决定付出拍戏,但是谁能晓得, 后来邱少志却选择和杨采妮分手, 但是几年之后却再度进入复合,可以说让杨采妮苦动了整整19年, 杨采妮的付出让很多人觉得不值得, 不过终究两人在2013年让人成婚了, 巨无情容金成武与渣男纠缠19年, 破产影儿嫁43岁,还生双胞胎, 2017年杨采妮生下一对双胞胎, 此时的她虽然已经43岁了,属于高龄产妇, 但是在爱情的面前这又算什么呢? 我们也能看出杨采妮与老公十分恩爱, 从近赵来看,45岁的杨采妮虽然已经是两个孩子的母亲, 但皮肤状态和气质依旧保持得很好, 少女感满满,岁月当中腐败美人。